歡迎收看今天去你的帳 Part 3 我是小慶 我是阿三 欸 今天我們要訪問這頂帳篷 好像主人不得了囉 對 聽說他會出一屆小有名氣 好不好 他會跟我平起平坐 我們現在就是要去給他下下馬威 好 讓他知道誰是老大 好不好 Who is your daddy 有玩過遊戲的人都知道 什麼daddy 不是boss嗎 好 Who is your daddy 有玩過遊戲的人都知道 我們就不再多說了 好不好 好 OK OK 那他的帳篷在哪裡 就在我們隔壁 走走走 去看一下 好 先生 方便訪問一下嗎 欸 OK喔 OK 我們是那個小慶去錄影中 OKOK 他才發你這頂帳篷 OKOK 他常常看你們的頻道 真的喔 對對對 那你比較喜歡小慶還是阿三 嗯 基本上我覺得我比較喜歡小慶 喔真的喔 對 謝謝 謝謝支持 但是我覺得阿三不可或缺啊 哈哈哈哈 對對對 他非常的需要在頻道裡面出現 好不好 少了他就少了一些東西啊 OKOK 就是一個擺飯上面 如果沒有滷肉的話 就不叫滷肉飯 OKOKOK 好好好 明白了明白了 那先生你可以面對鏡頭嗎 OKOK 那你會幫我打馬賽克嗎 我不會 我不會 你不會 那我知道自己打了 OK吧 OKOK 這樣看不出來我是誰了吧 看不出來 OK OK吧 可以 OK 可以 臭白癡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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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因為他記得幫我變身 我也不會 不會 好沒關係 我自己變 不要嗎 這樣OK吧 我們 就是 這樣應該看不出來我是誰吧 看不出來 完全不知道 先生你放心 完全不會有人知道你是誰的 但好 但是先生你這樣怎麼搭帳篷 那我放心啦 哈哈哈哈 這樣我搭帳篷 對謝謝 嗯 玩得下去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玩到這裡一下好了 哈哈哈哈 OK吧 OKOK 哈 好累啊 哈哈哈哈 這樣可以吧 欸超白癡的欸 呼 哈哈哈哈 不能不能不說還蠻好笑的 蠻好笑的 好累啊 好不好 為了演這一齣 我在家裡練習了大概 一個禮拜吧 嗯 那先生我覺得你剛剛變身的歌音比較好聽 你有沒有這樣子來介紹你的帳篷 這樣我怕我會掉粉 哈哈哈哈 你有粉這種東西 哈哈哈哈 哎唷 阿三粉站出來 我們讓他們讓他瞧瞧 好不好 讓他瞧瞧我們視力有多龐大 好 OKOK 開始加一 加起來 哈哈哈哈 好啦看得出來吧 我們今天就是要開心戰 那為什麼會有這頂帳篷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雨棚 這一個營區 它是我非常非常想要來的營區 但是 它搭不下我們的MD廠 所以我就 再買了一頂帳篷 相信到了偶爾雨棚的話 你就帶小帳就好了 是不是也還不錯呢 先生這頂帳篷是 Coleman的3025家 為什麼會選這頂帳篷 因為它小 收搭都很快 它又是全黑的 因為我們已經蠻習慣就是 睡著到黑 所以我們就覺得這個頂還不錯 怎麼了 我以為你會說 因為老風選啦 我沒辦法選擇 喔 因為身為一個專業的評審員 我們不能講這麼膚淺答案 就是很輕便 然後方便 現在它幾公斤 8公斤 跟一隻狗差不多 你真的有做功課欸 當然 好不好 因為我也只知道這個而已 其他我都不知道 比起原本的MD差比較少 差很多 先來說說這一頂帳 它其實我們是買二手的 因為我想要全新的都找不到 全台沒貨 有一個可愛的小讀者 就說他們家有 可以買我 然後我就非常開心的 接收了這頂帳 感謝他 那它裡面附的東西就是 它有一個睡帳 然後它外面再披一個這個頂部 沒什麼用的銀釘 可以給小朋友玩 然後還有銀繩 我覺得他們就是附的都沒什麼用 對反而就是要自己再買 然後這個銀柱 它銀柱呢 四根 內臟兩根 就是外面那個可以撐起來的 就兩根 所以它其實搭得很快 真的 所以它後門也是可以進出的 前面就是這樣 門 所以它裡面的空間是蠻大的 就是一個 比起MDX 我覺得小一點點啦 就是它也有缺點啦 它跟上一頂我們MDX一樣 就是它骨架都比較細 感覺比較脆弱啦 那如果你要自己換的話應該也是可以 因為是棧板嘛 所以我們下了兩個魚骨釘 然後讓它撐起來 先給你們看一下 它搭起來的樣子 這裡面很黑啊 因為它整個都是黑膠的 上一個主人說它想要換帳的原因就是 太黑 太黑了 對 好 進去 比我們MDX還要黑很多 因為MDX旁邊還會有一點比較光明 但是這邊真的哇塞 有夠黑的 真的有夠黑的 太好了 小孩可以睡很晚 我覺得這頂帳篷還不錯 蠻值得買的 喜歡睡覺可以睡晚一點 或是不喜歡被陽光照的可以買 大小也還OK 兩大兩小差不多啦 而且它這搭起來蠻快蠻方便的 你知道它多少錢嗎 它原價不是一萬五嗎 算OK啦 其實這位在廚藝街非常赫赫有名的 欸不要這樣講 小有名氣 忘記打馬賽克 你忘記變身 啊 我又忘記變身 沒關係啦 這就是 我來了 就這樣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的分享囉 嗯 下次再見 要記得 按讚訂閱加分享 好不好 而且真的下雨了 開心這樣下雨好煩喔 還好我們在雨棚區 其他人 就不要怪我囉 哈哈哈哈哈哈 海出來了 可不可以我們那邊遠 突然又想到 我有太曉得 為什麼要這樣做 太有絲了 小賊 幹嘛偷吃 尷尬喔 尷尬的微笑 好吃齁 最受歡迎的魚丸 韓式辣牛肉湯 也要接看囉 哇 牛肉湯滾 現在要洗澡的油皂紫 然後用魚皮加對不對 要光蟲然後就發現 蟲啊 這個蠻崩潰的蟲 可以看到夜景真的不錯 早安 太下雨了 因為它的雨棚真的不大 所以你看這邊都濕了 屁股也濕了 這個眉大還比較清楚 你看就中間這一塊是乾的 其他兩旁都還是會濕濕的 早餐吃早餐點 蝦餃是他們最愛的 蝦餃 蝦餃 這麼蝦餃 想吃什麼自己放 放兩顆 兩顆嗎 這麼少 一二三四五六 好 蓋起來 兩顆 櫻子 早餐完成 來 這是妳的 我要那個和這個 還有這麼小的 還是要試一下好嗎 這都是微粉收拾上面的 又來到團購小店員的時間啦 那今天的團購很精彩啊 讓大家一次看 那首先呢 登場的就是我們的這個餐墊 我覺得它非常的厚實 而且非常的好看 不只這種長墊也有餐墊 圓形的 長方形的 正方形的 統統都有 而且它有很多很漂亮的花磚 非常喜歡 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的港墊 藝牙居 大家有跟我那個年菜的團嗎 它裡面就有一些港墊 非常的好吃 這次要開團給大家補過囉 第三個呢 就是開了N團的這裡購物退車 我覺得它真的很好用 而且它真的非常能裝 收納可以把整個帳篷的門 那樣的雜物都收起來 你看像我們今天沒有鋪地點 如果沒有這個 真的得過路退車的話 我們整個就會 東西都亂摆 所以它非常的厲害 接下來呢 就是 八媽廚房收納小幫手 長溪保鮮盒它有很多個款式 那除了有冰箱收納 我自己個人非常喜歡這種蜜扣式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是拿它來裝米 它非常好用 它這邊前開口嘛 它打開來 米米就可以從這邊倒出來 有了這個蜜扣式 你就再也不用擔心 米可能會溢出來 我一邊放充填膠 一邊放蒜頭 然後還有四格式的 都很好用 接著呢就是要帶大家認識一下 我們新朋友 美國Stature這個細小保鮮蛋 那它也是我心發現的 然後我覺得 怎麼會這麼好用 尤其是你如果是小冰箱的話 用這個一袋一袋 你可以保持你冰箱的整齊 然後呢你也可以節省空間 然後最重要的是它什麼都可以裝 它耐熱又耐冷 你要把它當成輸入肥袋也可以喔 微博也可以 它非常的厲害 它有分兩種系列 一種就是這種平平的扁扁 另外一種呢它就是這種 它可以站起來 這叫蘸蘸蛋 你看它那個鞋水是完全不會滴漏的喔 我自己是很常把它拿來分裝 我在Costco買的肉品跟食材 再一包裝 然後烹煮的時候你就這樣拿出來一袋 真的還蠻方便的 家裡必備的小幫手 可怕夏天又要到了 愛露營的人是不管冬天還是夏天都會露營的 那露營的話我們電風扇很重要 所以我們接著呢會連開三種的電風扇 供大家選擇看自己是比較喜歡哪一種囉 那首先呢重磅登場阿山幫我們介紹 歡迎來到阿山購物頻道 哈哈哈哈 渦輪水冷物化器啦 然後呢它厲害的是什麼 它可以把水呢物化 我們來試試看 有沒有 有沒有很猛 而且呢你還可以這樣子 這是要幹嘛 是一個保濕自己的臉 不要讓自己的臉太油 太乾 知道嗎 我覺得還不錯 太熱了 你就開這個 真的超涼的耶 很像在吹冷氣 你看 你看 呼呼 有沒有很涼 這個渦輪真的蠻強的 就是它的風力其實蠻夠的 因為它這個再加上它的那個 液氣啦 就是那個 反正就是水氣加起來會很涼 這樣 欸這過了你不要一直講 吹吹你也可以自己保濕一下 好嗎 從這個概念嗎 當然不講啦 哈哈哈哈 舒服到大家都要搶它 它真的很涼 而且它風力真的蠻大的 不好意思 借過 好我關掉了我關掉了 要把他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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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啦 要把他關掉啦 要把他關掉了 要把他關掉了 他無旋念了就把你空氣了 當你關掉的時候 真的 真的 而且他買小台的 攜帶很方便 水可以加那麼多 我覺得在戶外蠻好用的 就是如果夏天的話 記得一定要買 因為夏天呢會熱 你的臉呢會感燥 謝謝收看阿山公布頻道 那以上呢就是本集有的團購啦 那團購的網址都會在上面 還有上面有跟說明欄 那團購都是為期一週的時間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要把我搜到上面囉 我還是會把他關掉 坐在一起 我以為所有的我還有 你會不會讓她看看 我以為是在外面 趁工 你會不會拿回來 不宜然 是的 我會讓他改善 那hana 不宜然 我沒有想辦法 你會不會拿蛋 我會拿來 完成了 小孩自己揉飯盤 一顆圓圓的這樣 這樣吃就開心 午餐完成了 你看 第二回合 真的是一直在吃 蒜頭 蔥鹽 來團康時間 下雨天這個不知道要幹嘛 好險隔壁的帳門還沒來 我們借他的林蔚來玩一下下雨天要玩的遊戲 一二三 一二三目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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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掉了 我沒辦法 哇 姑媽哥請不要送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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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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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媽哥請不要送給她 我根本就沒到 不要 一比手畫腳 是誰 搶 大爺啊 就是 放中 下 抽菸 不要 在這 在這 去點那一顆 活著 換我 跳舞 蕭嫩 刺毛線煞黃色 刺毛線煞黃色 刺毛線煞黃色是蕭嫩 做豆腐決鬥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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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 好啦還蠻像的 秀 秀 車子 還有 柵欄 樹車子柵欄 好 洗手台 馬上位跟著標誌 好 OK 柵欄 柵欄 是這裡 洗手台 這裡 便便 便便 便便是錯的意思耶 你要說冰某冰某 是這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又還真的錯囉 哈哈哈哈 好 你就這樣錯啦 坐在這邊 可以 最旁邊 好 我們買了一個新東西 你又叫小孩來吃飯 你在哪裡 你在哪裡 水 好不容易 去散步 好不好 好 好 我們現在要去戶外教學 喝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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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吃牛親 晚餐吃牛親 太近了 太近了 太近 拿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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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小的晚餐 ��이 摸 不然 我跟阿山的晚餐 流南巾 我們都在碱槽 我們 Links 大午 早餐 登登 雲海 雲海更密集了 桌子全濕 只知道桌子的雨多大 我們的位子會被擋住 所以我剛剛是走上去拍的 昨天晚上沒有煎完的桌子條 我把它放在裡面 先把它煎完了 今天早餐 泡麵局有煎的肉跟青菜 非常的勤勞 現在天氣好了 先幫大家介紹一下櫻區 我們來到的營區是櫻桃的天闊營地 那這裡呢是出了名 非常非常難定 它位於新竹封郊 旁邊還有我們之前去過的 翠園跟賽夏 這個營區呢它分有三個區 櫻仙台 天闊台 跟新月長原 那這三個都是分屬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搭的營位呢 在櫻仙台是最低的 那我現在人呢 是在營本部的這個天闊台 它的view非常非常好 因為它最高而且視野最高 這裡是天闊台進來 這是北極星跟天狼星的營味 市首 新首跟南河 三個營味 是羽繃的 天津市 織女 牛郎 那可以看到啊 他們就是直面漂亮的山景 所以我覺得 這三個營味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而且應該也蠻蠻強的 然後它這邊就是廁所 然後是營本 它這邊好像有一個免搭帳 這裡車不能停 因為旁而起了 車不能上草皮喔 這邊就是往賽夏的方向 然後這個是我上次超想要的營味 原來它叫董北角 它就在路邊喔 然後下面就是廁所 我們剛剛在這邊 繼續往下走就到 新月草原區 這裡是五個手指頭的高架蒙古堡 看就是蒙古堡 然後前面有一塊 然後面的景點很好 沒有擋到 可以看到裡面就是床 高架蒙古堡 繼續往下走 還有蒙古堡 小的蒙古堡就是這樣 view就是 稍微比較不好一點的 被樹遮住了 最後呢就是我們所在的陰仙台 這邊呢有一個很陡的坡 記得要小心 從這邊到這邊 然後我們是最左邊的仙王 我覺得好像這邊的風景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那邊完全被樹擋住 但是廁所在那邊 所以是仙王是最近的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會挑先後吧 就在仙王旁邊 離廁所也近 然後風景也沒有被樹擋到 天貴營區呢 他只有開假日 平日是沒有開的 那暑假的時候呢 引主說他會加開 禮拜天那一場 那關於搶位呢 他會在粉絲團公告 他什麼時候會開放那個連結 然後大家就要去搶 然後這裡真的是不是很好搶 然後我們也是接別人的陰味 他說他也是搶好幾次才搶到這個陰味的 再來講一下營區的小新的啦 營區的話啊 我覺得他的雲童啊 有點小 還有他們這邊的生態非常的豐富 小小的蟲 然後我們早上起來啊 發現很多蟲都在我們那個 我們帳篷上面 他是會跳的那種蟲 不知道 反正是 嗯 這邊的風景真的很漂亮 阿倫他沒有三個區嘛 那當然我個人是覺得 最高的那個天貨台 他的風景最好 而且他離影本部也較近 那最後提醒大家 我們團個各個商品 都在下面連結 還有下面的我們跟順利玩 想欠結論 再還沒訂閱我的朋友 趕快訂閱我 也沒辦法可以小鈴鐺 收到我的星星天的通知喔 我們是每週二的晚上 切禮拜的相片 那這樣這樣 我們下次再見到大家 掰掰 我們下次見